哈囉新年快樂 今天拍的時間是1月5號 我們要馬上來開箱我們 2020年第一彈的 1月變成三段開箱 好我們先從簡單的東西開始 7分 首先是59元的 造星東坡肉飯糰 有喔肉看起來有大塊喔 但是還是有點偏小吧 表面上看上去挺大塊的 但其實薄薄的一片 0.2公分左右吧 我平心而潤 它真的蠻貴的 但是很好吃耶 有阿嬤滷那個控肉飯的味道 而且它下去超級軟嫩 入口即化 比和牛表現得太好了吧 這個論味道來說真的很棒耶 但有看到這個肉嗎 它就是基本的豬五花 瘦到肥這樣子 吃進去呢 油花會化開 然後加上它豬肉這個鹹甜的口感 這幾棒 好吃 1到5分 這個呢我可以給它3分 但是因為它價錢太貴 因為我也很少看到這種飯糰類的東西 會打7折 不會 太貴 接下來是這個 湯辣水煮魚會飯 109塊 其實看起來 挺有樣子的 109塊 味道很香 聞起來有點像宮保雞丁 先來吃一口魚肉 魚肉還蠻好吃的 很軟 下去就直接化掉 剛吃那一口魚肉其實是免得到什麼醬的味道 我直接把醬配著這個飯一起吃 喔 有辣耶有辣 它才有吃過便利商店的那個麻婆豆腐飯 它那個醬料的味道就是 麻婆豆腐飯的味道 搭配上多一點的這個花椒 特別是現在這碗魚飯 我自己覺得 還蠻好吃的 不過 這碗飯其實東西稍顯單調 你看 連豆芽菜也只給這麼一咪咪 好吃不會好吃啦 你們都有點太少了 所以呢這碗飯 我給大家3.5分 打折 我就會回購 109塊還行 下一道 下一個呢是我們的 炸菜肉絲湯麵 這個89塊 這好像是今天最便宜的東西 唉唷 唉唷 看起來有模有樣來個 拉起來拉麵的特寫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味道 青菜越來越長了 只給兩片了 我的天 唉唷 該怎麼說呢 這碗喝起來有點像 豆瓣醬麵 很微妙 吃的是不錯 但是 會有一種泡麵感跟豆瓣醬的感覺 所以 裡面的料有時候不多 但是你要說它到難吃 又不至於到難吃 這是一個 很普通的麵 兩分不會回購 那很糟欸 嗯 下一道 好下一道是這個 最莫名其妙的東西 很盤 告訴大家 這是一碗白粥 要69塊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想說 韓畢樓超人氣早餐 它裡面呢 藤分有豆漿水白米粥 炊飯有冰糖 應該不會你可以自己做 說不定 那就這樣 69塊 Unbelievable 吃看看 它應該是鹹豆漿的概念吧 哇好濃的豆漿味 這個東西要賣我69塊 韓 那個麵有藍色 可是卻挺不下來這個糖質 它就是來源圈幫個忙 這是豆漿 光全的 這是一包即時米飯 豆漿白粥 它沒有加任何的調味喔 就是純粹的無糖豆漿 配上我們的白米飯 沒有任何驚人之處 遇上美麟粥 美麟是誰 無法接受 這碗粥 0分 會不會吃 奇怪了 我覺得沒有被騙的感覺 失望 最後我們要開這個 我最期待的 這129 超貴的 香蒜奶油漢堡牌通心麵 我之前只有在日本的便利商店 會看到這種漢堡牌販賣 不過待會可以拿起來看它的厚度 喔好像你也是那個牛排管的味道 整個刺上來了 來給大家看一下漢堡牌有多大塊 很大 很大 蠻大的 而且蠻厚的 它不是虛胖 先吃一口通心粉 它通心粉 沾滿那個蒜蓉醬 香 哇 公司通心粉 就這麼好吃了 漢堡牌應該不會差去哪裡吧 不錯耶 厚的 嗯 它是比較紮實的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你在吃早餐店那種的漢堡肉 味道再豐富一點 醬料也配合得很剛好 我覺得129塊 我會給它4分 而且我會回購 它這個蒜蓉醬基底真的是很讚 完全打中我的心 好吃 推薦給大家 好 我們換全家篇 接下來是 港式香嫩滑蛋牛肉會飯 以前就有牛肉會飯了 但是這次多了這個港式 所以呢 我不知道港式 所以價錢就貴了一點 對 它現在89塊 那裡面有用了李錦記的蠔油 李錦記是蠻好吃的 這個看起來相對的比前幾塊還要沒味道 這個顏色蠻淺的 真的比較味道沒那麼重 你看吃到蛋香跟蠔油味 它的牛肉啊 它的滑蛋都做得很滑入口即化 很好吃 我覺得挺不錯的 它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可是我想不起來是什麼 不過它這個牛肉選的真的不錯 蠻有風味的 蠻喜歡的 所以呢 我們給它一個 3分的評價 會回購 我覺得還算不錯吃的一個評價 就是欠了一個什麼 它就會完美 它就會到那個4.5分的高度 但是一直想不起來欠了點什麼 可惜了 下一道 好 接下來呢是這個老薑麻油片屯會飯 米其林必比真推薦喔 其實我對麻... 我真是天才 它中間的這個醬看起來挺割的 可能會不錯喔 倒下去 都均勻的沾到了 我來吃吃一口飯 很鹹 但是麻油香不夠多 而且它的尾韻有點苦 薑的那種苦澀味 麻油的那種口感很少 1.5分不會味道 我沒有很喜歡 1.5分很糟耶 沒有很喜歡 太大了 好 來到我們的 拉麵片 麵霧武藏雞白湯拉麵 這一碗要145塊喔 哇 好貴喔 它如果沒有超越漢堡牌 我們可是會跟麵霧武藏神器 145塊差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去直接吃拉麵 現在拉麵應該沒那麼便宜 應該要差100塊 唉唷 看起來很像 之前在蔡莎大麵霧武藏叫過來的外送 沒有分層喔 沒有耶 有蛋 有蛋 蛋 蛋不愧是 統一工廠製作的 真好吃 統一一個工廠製作 不是統一工廠製作 怕大家誤會 蛤 哇 有料 好喝 很濃 很鮮 有重耶 有耶 雞肉的那個鮮甜 加上它那個層次感是有做出來的 喝下去會喝到鮮甜的口感 再加上雞肉的那個雞骨味 而且它很濃厚 可惜的是湯少了點 哎呀 麵就可惜了 它就是一般的那種麵 沒有像 你在拉麵那種甩好上來的那種麵 真的可惜耶 湯是過關的耶 再來是這個雞肉的部分 能好吃的話蠻奇蹟的 哇 它看起來很像那個 酥肥雞胸肉 但是吃下去呢 才到不透唄 但是這個結結引頭的話 湯頭是可以的 所以這碗麵無五臟呢 我給到 3分 我有回購 因為太貴 加上它過關的只有湯 麵是普通 好我們接下來來看 豚筋拉麵的表現吧 接下來還有這碗 豚筋拉麵 它也是145塊喔 他們是要打架是不是 找一個豚筋跟麵無五臟 先喝湯 好濃 先說它這個湯呢 完全就是奶油味噌的味道 這個麵體 剛剛上一款的好吃耶 因為它是這種 捲的這種粗麵 就不會這麼的軟爛 要保留這個口感 味噌的味道呢 比剛剛那個 雞白湯還要再濃烈一點 可以過耶 有料耶 好誇張 哇 真的在外面吃這個 差不了太多了 怎麼樣啊 有喔 有還原喔 只是這個麵 如果要跟店裡的比起來 還是真的有點辣一點 我呢 4分 會有一個喔 7分4分的冠軍 漢堡排 通心麵 豚筋 味噌 奶油 玉米拉麵 都很優秀都很優質 但是看起來好像是7分這個厲害一點 但是兩個走向不同 看大家自己喜歡什麼東西啦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呢 記得幫我大力的按下喜歡 記得留言 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或者是你有什麼 我平常都沒有開到的超商開箱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OK 接住我們的IG 接住我們的IG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